再向苦路行 受苦劫 灵修 默想 第五日 最美的记 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至十八节 动词 牺牲 献祭 Sacrifice 是指为某事物而放弃另一事物 这个字从形容词神圣的 Secret衍生出来 所以献祭的对象是神 是凭爱心而非轻率献上 耶稣在十字架献上什么 为谁献上 认识那好牧人 be acquainted with the shepherd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若是故宫不是牧人 羊也不是他自己的 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 狼抓住羊 赶散了羊群 故宫逃走 因他是故宫 并不顾念羊 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至十三节 耶稣不只是牧人 更是好牧人 十章十一a节 不只是好牧人 更是那好牧人 那位唯一神圣的牧人 牧养我们的灵魂 耶稣的教导经常用好的 来形容卓越的品质 譬如好果子 马太福音三章十节 好的也有道德高尚 尊贵和令人钦佩的含义 牧人不是由他的技巧来界定 而是由他牧养的动物来界定 好牧人为养舍命 约翰福音十章十一必节 舍 Tithemi意味牺牲或冒险 甚至付出生命 耶稣比较好牧人与故宫 十章十二至十三节 故宫是为了回报和工资受雇 在这里由三个动词界定 看剑 撇下 和逃走 简十章十二a节 他看见狼 就撇下羊 逃走 避开猎食者 狼就做两件事情 抓住和赶散 十章十二必解 动词抓住 或加上 hapazo 有抢走 夺取的意思 赶散 scopizo 原字 蝎子一词 scopion scopios 所以狼不仅赶散羊群 也吞噬和毁灭羊群 第十三节 进一步指控 故宫不顾念羊 顾念意味关心和投入 故宫只想着工钱 因为故宫与羊没有关系 并非羊群的主人 归入得救行列 be aided to the saved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正如父认识我 我也认识父一样 并且我为羊舍命 我另外有羊 不是这圈里的 我必须领他们来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 并且要合成一群 归一个牧人了 约翰福音十章十四至十六节 动词认识 在新约圣经出现二百二十三次 其中五十六次 在约翰福音 约四分之一 我认识 在圣经只出现八次 一半在福音书 三次在约翰福音十章 十四十五二十七节 全都是现在时态 表达一种活泼的关系 耶稣说 我认识羊 而不是我认识羊的事情 好牧人与羊之间是亲密 伟生的关系 不是间接冷漠的关系 另外有羊十章十六节 可以指萨玛利亚人 归信犹太教的人 外邦人等 没有种族地位之别 耶稣要领他们来 十章十六节 领就是牧羊 与道路供应与平安有关 羊圈表明相信同一位父神 同属一个家庭 得保护的确具 Be assured of the safeguarding 我父爱我 因我将命舍去 好再取回来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权柄舍了 也有权柄取回来 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至十八节 毫无人的行事动机 出于对羊的爱 无条件的 不止息的爱 但羊不听话 不安心又不理解 天父的爱 也是无丝无与伦比的 因他与世界分享这份爱 并用这份爱来拯救世界 以义的代替不义的 神圣的代替堕落的 耶稣以自己为计 使悲伤化作荣耀 暴虐的受审判 毁灭与被逆转 死亡的蒙拯救 耶稣借着死而复活 完成他的使命 他的死是替代的 甘愿的 得胜的 无可匹敌的 除了他 没有重宝 也没有其他拯救的计划 或方法 灵丝默想 神是我们的牧者 引导我们走正路 来到青草地 溪水旁 进入他的安息 与他同在 得着他的慈爱与保守 神爱他的羊 走在我们前头 引导我们 为我们预备一切 我们只要相信他 紧紧跟随他 他必领我们打胜仗 求主叫我们 不做迷失的羊 不再偏行几路 听他的吩咐 跟随他的引导 作者 叶浮成 莫如